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会丢的 自然具备那些东西 自然具备一切融合法 自然具备佛说的所有的那些界定 他空心里面自然有 其实佛出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度众生 所有的所有度众生 不管是随缘不随缘 任何小任所造的 只不过是看这个祝福有没有缘会 能不能够度 所有的一切 就是说救他也罢 骂他也罢 只不过是看到通过这样的方法 他能不能够解脱 从轮回中解脱有一天 这是救他轮回的 佛只有见识可做 就是你能够从轮回中觉醒 因为他认为就是只要颅回就苦 就是这个苦是无 不是因为你这一生多伟大 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 你就不苦的 你成为谁也苦 就算你不苦 你生生世 这一世就算 从生下来到死都很快乐 但死的那一刻 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还有你的生老病死会来的 死亡也是个苦 你能不死啊 福看的是一个大的 他认为 因为在佛也 佛也看世界 他生老病死痰子一回 就一百年啊 就是太短了 他就人力就是一扎眼功夫 一百年过去 他就说你做美梦也太短 所以他觉得死亡马上就来了 大家要哭嘛 他说他只是不忍众生这么苦 因为众生这么的无奈 这么的无常 活在这种无常的世界 患得患失 一会儿息 一会儿乐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他就说你何必呢 是吧 你赶紧像我这样成了佛 都不用这样了 因为人可以成佛 而且很容易成佛 就是人是喜乐的 烦恼痛苦 就快乐的烦恼是各半的嘛 就人力的角度很容易成到 天人太快乐 地狱太苦 是不行的 所以他 我们不小心做了人 已经成佛的机会 已经太大了 已经具备了很大的优势 就说你有人 人的这个 这已经是成佛的本钱了 有这个地基了 那很容易 你这个思维角度 很容易解脱轮回 很容易生起 从轮回中解脱那个心 而且又有时间休息 但是人力也有很多快乐嘛 尤其物质和平时代嘛 大家没那么苦 死亡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大家也不觉得苦 反正都得死 好像大家 头一会死做的事 大家就不觉得这是个事 反正都死 要有 绝不死就一个人死 那可真的是绝症 大家会每天说的 怎么都死都不死就我死呢 为什么老天都这么不公平呢 我得了个绝症我会死 是吧 因为我活到一百岁会死 现在大家到一百岁都会死的时候 大家不说了 这件事没问题 好像共同书 说成了 谈到这个多少 大家说那有什么 反正都会死 好像不觉得这是个苦 或者是个无奈的事 直接蹦到死 也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了 这件事不重要 他骂我才很重要 他说我没品质很重要 死亡不重要 不是说你啊 是 就是我们内心那种执着纠结了 是 如果老曾说少主品质不好 确实挺重要的 跟他理论 是吧 不怕来了 但是死亡很重要 就是死亡生老病死 在活跃里蛮重要的 他觉得中生几年这些解决不了 这已经很苦不堪言了 这还别说别的来呀 就不提了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那些吧 有的没那么苦 有的苦 他妈妈每天忙着忙着 顾不上死 死 明天死我今天都把你整清楚 明天要死了好 还有多少时间 12个小时 11个小时半 我跟你搞清楚这个道理 你问好不好 到底我没不会 是吧 是吧 最后说到11点半 说美艳了 去了 安心了 是吧 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 就是执着 就是放不下 那种心里面 那种放不下 他就说放不下 不是放不下这个东西 是放不下那个 你凭什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 就放不下那个心 就是那种 纠结和执着 放不下那件事 他必不是说 你说放个金钱名利 都那么简单 就那点事 你也很难 你看 就像老周他怎么能这样认为呢 几十年感情了 他难道不了解我们呢 他不了解我还好了 他了解我他竟然这样说 这不是成功想气死我吗 而且他竟然这样子说我 一点也不理解我 我已经做得更完美了 我已经忍辱不忠地做得更完美了 他竟然对我这种评价 他难道不想到胜了吗 胜的嘴里怎么能这么说话 是吧 你怕他卡高了 他要不就说 他不了解圣人的境界 我圣人这么完美 他竟然说我不好 说我有事有恶 说我有时候不那么圣洁完美 他竟然这样说我 是吧 他竟然敢侮辱菩萨的境界 是吧 品质 圣洁的品质 老周应该机器批等 这下高兴了 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 是我们没时间耗这些事 没时间 修行没时间 不是说你今天坐那儿 打坐几个小时 你打坐八个小时 你要是放不下去 这件事 你那八个小时一点又也没有 你要这件事情释然了 无所谓 他老周他帅老季的 他又不是释迦牟尼 他说我黑我就黑吗 他说我白我就白了 我又不是嫁到他家也不是 我是为了我伟大的爱情嫁到他家的 我又不是为他妈看得起我 也不是老周他要看得起我 是吧 我实际上我爱情那么小 我有了个孩子 我有了个家 是吧 老周 笑话一遍 他妈 就是 是吧 有些东西 你把这种心 就是不在意 就不跟不争这些 因为你争得更高 是吧 再要说 谁修得好 是吧 至于你 我身体圆满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真能吞内心 我有功夫 我体现都能 能达到那种 这个节目 每一个皮质境界的时候 谁说你啥 全世界人骂你又怎么样 很多女儿人修行 就是偏崇敬 偏世界 修修修修 随便有些不支持她的人家 有的照我 纯粹不支持她 纯粹是骂的 哎呀 看你学佛学成啥样了 看能修得难 这也不对 最怕说这个 你说我不好吧 你还连佛折上 我学佛好像你佛丢脸了 似的那种 很多刚开始学 我学的 其实是偏善法 有些 比如喝酒吃喝嫖毒玩乐的 他就看不惯你 太执着 他就觉得你执着了 偏了善 他觉得 哎呀 德斯 就是觉得你 这装啥呢 还装淑女呢 是吧 谁不知道你是咋样的 哎呦 有这么几句 真的能炸了我 装啥呢 你本来就是内心想培养一个 美好的品质 他说你装的 你看这好生气啊 是吧 他一定要说你装的 你就是装的 其实是 你装的不装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就说我装不装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吧 我培养出来 不是跟你培养的 你别死亡 我对你吃 就是你生气 就是但是 我是说不管你怎么说 内心里你要怎么认为 是吧 你修行又不是给谁看的 你在乎他们的评价吗 是吧 你的书女品质 你的品质也不是 表现给谁看的 你是在住你自己而已哦 你何必占过他们皮 这太阳出来了 放光 是吧 大家有的 太阳不照万物 红太阳啊 太阳是生万物 好生之德 你说这些 太阳才不管你呢 我照样出来照万物 是吧 我只是做自己而已 是吧 我只是 我出来就放光 是吧 我就是放光的 是吧 至于万物在我底下 被我照耀了 那是你们的评价 是吧 因为我就觉得 利益到万物了 是吧 但他想说 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啊 我就是这样的 是吧 他没有刻意地去照谁啊 所以也有人骂 太阳了 你不没聊一点吗 他说我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那样的 是吧 谁会看 骂你的也 你就是那样 不骂你 你也还是那样 是吧 品质还能改吗 如果你真有那种品质 他怎么说 怎么能抹上灰呢 给你 怎么能染我你一丁点呢 是吧 那么白 所以染污不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然后你突然发现 你的品质已经这样了 不管说啥 你都如如不动的时候 你治好吧 然后你就知道 我烈成了 是吧 如果没个检验的 还不行 把经常都用这说 检验是吧 有时候 修行真的没那么难 禅定也没那么难 你只是没找到那点 所有事情都在当下发生 所以不会那么难 成就也是 也没有时空导致 宇宙 无边无际大 跟当下 就是说 一切处跟当下这一处是一样的 世界跟空间没有 你知道空间没有 说无处跟当下这一处有啥区别 没有空间 遥远的过去 无量节的过去 跟遥远的无量节的未来 跟当下没有区别 你哪什么 你要了解当下的定义 如果你的物理学 你都知道 当下是个状态 不是时间 当你知道世界空间的 虚妄的时候 当下立地成分 你怎么会难呢 是吧 生死已经沦为幻境 没有时间 你不可能出世 也不可能死亡 没有空间 星球雪挂在那里 那是个幻境 你在哪里 全不是认知出来的 从空性里面认知出来的 空性在哪里 无形无相 无处不在 所有的相 但是你不可能离开相 看到空性 知道吧 幻境就在这 每个相里面都是空性 可以从一切出界入来 每个相里面 通过一切相见 但是你一执着就完了 就像比如说 你昨天刚刚练了八个小时 你很定 你很清静 就像比如小周 他执着了这件事 马上所有的定力 你所有的功夫没有 你去执着一点点 我们出一个如来 又变成反复了 就那么快 所以不是接不到如来 不是成不了道 是经常变来变去 突然清静了 突然有时候见醒了 突然又回到 执着 经常这样 敲来敲去 对空性了无的多 了无透了 你就是如来 执着了 变成反复了 就是一执着在一点点事里边 就是反复 但是这个世界 时空幻境太多了 我们不是执着在这 就是执着能人 不是分别了 在就是分别了 刚开始六根 有本能的分别 这个事要破了 别伤心 没事 执着别伤心 老猪不对 在人道是他不对 在六道之外 不能说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